凡个好走 请过来这边 我们站在一起就可以了 我们站在一起的一条线 一条线 传哥一条 好的 行不行 多谢大家今天来到我这个记者招待会 就着浸会大学的政治打压我的事件 我都不是第一次开记者招待会和大家交代 也希望透过大家向公众人士解释清楚发生甚麽事 不过今天就可能是最后一次 因为在今天上午我收到的信件大家手里都有 所以信件是今天十十点半钟收到的信件 浸会大学正式通知我不获续约 在今天之后我会继续完成合约到八月三十日 之后我再不再试浸会大学的职员 所以都很难再出现浸会大学打压我的情况和申诉 虽然这件事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 在过往几年里面由2014年 从占足运动之后到现在都已经发生过很多次的刁难 的打压我和大家交代过不同的次数 不过今天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仍然觉得很愤怒 仍然觉得很伤感 仍然有些说话要跟大家讲清讲楚 我说是由2007年正式被委任为总大学的讲师 到现在整整十年的时间 过往的工作表现都是理想的 我教学表现的评估一直都是拿优秀的成绩 直到我坐牢我已经拿了正式向大学申请我价 到我放监之后已经预备去上堂教书 但后来收到解除教务但也有印象 解除教务之后就进行外部调查 外部调查就在上个月5日7月24日 我刚刚交了我的内部调查的陈述书 我也处上给大家看 就是说我自己怎样看这件事 然后再以日5日交陈述书到今天上午后收到人事报 的通知就是不获续约 就多谢我这几年的服务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一个没有解释 没有理由就不续约的情况下 这件做法其实对于我一个浸会人 我在大学毕业我在这儿进修 我在这儿服务 对我一个浸会人来说 其实真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很大的讽刺 浸会大学的校份叫做笃信力行 很可惜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政治打压 就是一个笃信暴政力行打压的一个校方 留意我讲的是校方 我不想讲的是大学 我不想讲的是整个浸会大学 因为讲的是整个大学的历史 整个大学的很多不同的人 因为我要批评的 我要反抗的就是大学里面的高层 我是大学里面的管理层 是他们跪下 所以我希望浸会人要留意这件事 对校方失望但不要对浸会大学失望 浸会大学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浸会大学 请我们自己去守护浸会大学的传统 守护浸会大学的校份 这是我简单的回应 接着我想请浸会大学的工会主席 不过我们讲几句话梁汉柱博士 接着就有两位浸会大学社工系的学生 他们是系会的学生 一位是外务副会长 一位是外务秘书 男的是Calvin 女的是Sylvia 请徐国 大家好 我是一个浸会大学教师员工会的主席 所以要代表教师员工会这件事 讲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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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工会的角度 今次整个解雇程序 是非常之不合理的 从工会的角度 今次解雇邵家军的过程程序 是非常之不合理的 大家刚才都听到 薛家军在2007年已经在浸会大学开支 教学的工作 做讲师的工作 在这十几年以后 工作表现一直是良好 没有受过什麽批评 到今天要逐约 逐约的情况下 他依然是没有受过任何警告 没有得过任何批评 或者一个问题 就只是说他原因 或者其他问题 就是他最近由于要这个服刑 很快止完全这个履行 他作为一个国士的职责 但是有关的事 他已经是这个请了假 校方也都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 去这个審查有关的事 尝试理解他为何会判刑 校方对这种就是 引起判刑的事应该 有关的调查委员会 是未有任何的这个言论 未有任何的结论 邵家军未得到任何的这个警告批评 也都没有任何的解释机会 如果在工作上有任何的这个 即是不令人满意的地方 即不得逐一个地方 应该有解释的机会 所以在不得到任何解释机会的情况之下 就得到一个简单的通知 或不恶逐上 那从工会的角度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不合理的这个部分 那不论有关的人 他的政治的意见是怎样 立场是怎样 参与是怎样 我觉得都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 工作了十几年的这个教职员 他起码要有个机会向人解释 不早知道为何他会 不获逐里面有机会解释 有关人士 交给校方听 为何他有些事情 可能会有这个表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一个很不及当的 我觉得任何一个大学的教职员 都不应该受到一些这样的对论 工作了十年 没有任何解释情况之后 告诉你听 不获逐的 这个我觉得完全不可以接受 我觉得 政会大厦是一个公费的大学 公费的教育机构 我希望相关的人员 相关的决策者 答的校长 小科学院院长 社工系系主任 都可以向公众解释清楚 为何今天他有这个决定 不继续和这个邵家俊 继续他在这个浸大社工系的平行 谢谢大家 谢谢主角 接着请两位 浸会大学社工系系会代表 大家好 我们是浸会大学社工系系会代表 我们两位是 关于我们外务会长和外务秘书 我们想用学生的角度去讲这件事 就是在我们眼中 邵老师一直都是尽终职守卫老师 虽然我们两位未被他教过 而我们已经很期待 可以受到邵家俊老师的教导 但我们收到的反应是来自 无论是Year 3、Year 4学生 甚至是碩士学生 其实他们都觉得 邵家俊老师的教学一直都没问题 而且是很敬重他 而我们认为今次的解雇 如果在他这样的教学评测 在Excellent的情况下 都要受到解雇 那是否代表 其实这个是完全的政治打压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 政府经常说政治不应该代表校园 但这一件事 其实正正反映他们是自相矛盾 那其实我们想说 第二件事 就是关于我们 关于浸会人的相反应酷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邵家俊老师是受到政治打压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觉得 2014年 截定中华事件 会影响我们浸会大陆的校园 但其实我觉得正正相反 我们是很荣幸的一个 去为民选代理事 去为我们争取社会公义 去争取商保署的时候 但是竟然受到的 竟然是一种无理的解雇 我们相反 我们觉得如果这种解雇是发生的 我们才会为浸大人 这个生反而感到羞耻 而不是我们会为邵老师 去为我们争取公义而感到羞耻 我希望下方可以搞清楚我们的重点 而我们经常听到 其实社工学生是争取社会公义 我们的教程也都这样教我们 但相反 他这个解雇程序是完全不但非公开 而且一直行政效率是极慢 直到他今天才跟邵老师说 其实你职务应该解除 其实我觉得这个正正是一个 程序里的不公义 也是 我是社会公义 其实争取社会公义 一定是社歌很重要的价值 这张纸挖到这些咪 是 争取社会公义 一定是社歌价值很重要的一股 那其实社会上日不公义 我们要容易发声 这个可以向公道交给我们 其實薛家姐老師在社會上的社會公民抗命 爭取商補選 爭取投權 這些行動雖然沒有教過我們 但是她的身體厲害 教我們什麼是社會公義 什麼是不公義的事情發生 其實作為一個很重要的社工價值 其實做得社運和公民抗命 是追求社會公義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其實如果薛老師這樣被打壓 是否證明了社工是不可以談社會公義 不可以在社會課堂上講組織社運的事情 其實現在社會大學上的打壓就是反映了 其實我希望學學者公老師去著重在幫政府圍滾 而不是去幫弱勢群體發聲 其實我作為學生是對於這個破權很失望和很憤怒 希望學系或者大學其實可以停止一切的政策打壓 一切去守護社會公義 謝謝大家 謝謝兩位 好謝謝 跟著我們請葉建源議員 還有是校友很關注組的代表 還有自由學姐聯盟的代表 好嗎我們先請葉建源議員 各位朋友 邵家俊議員 今次的情況 其實反映了合約教師在大學裏頭的處境 一封信 這封信裏頭 什麼都沒有解釋 只是說你申請續約 那個申請已經是不成功了 那於是就解約了 於是老師就變成了普通了 這種情況是很多合約教師在香港的大村裡頭 都面對的同樣的情況 而邵家俊的情況 我們更加擔心的 是當中還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是不是政治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他的 流浴的緣故 所以導致到大學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呢 這個這樣的決定 在大學來講 是不是應該這樣作出的呢 我們作為大學應該是追尋智慧 追尋公義的地方 我們是不是在這些問題上 要作出這樣的決定 為什麼一封這麼無情的信 連一個理由都不能夠給到出來呢 我們覺得這個是非常難接受的 在過去幾個月裡頭 我們都擔心邵家俊的情況 因此在早幾個月 我們建議政紀委議員 都去見過浸大的校長 跟他商議一下 究竟邵家俊的情況是怎樣呢 那到今日我們是很失落的 為什麼呢 是一封這麼的信 是連解釋都沒有 是一個理由都沒有 我強調 在一般的這種情況下 有時我們是有些的合約教師 沒有辦法續約 是因為譬如課程不再存在 或者大學的人數不同了等等 通常大學下方都有一個理由 會告訴老師知道 和你的表現無關 不過客觀的情況是改變了 那這些老師就算他對他就業的情況有影響都好 起碼他都有個解釋 為什麼這次冷冰冰一封信 我們是否老師應該得到這個解釋呢 我希望浸大校方能夠給到一個好好的圓滿的一個解答 給邵議員 給我們關心邵家遜的朋友知道 也都給我們所有關心香港的大學的發展的所有人士都知道 好 請救生關注組好嗎 各位傳媒朋友 我們救生關注組 浸會立社工系救生關注組 是非常關注這件事的發展 其實在3、4月的時候 我們已經知道邵家樽議員要面對續約的問題 我們其實已經開始發起一些校友的行動 包括了我們已經有600多個畢業生實名 據名地簽署了一個聯署信 要求校方跟我們交代究竟續約的事情的發展是怎樣 但是校方一直都沒有來跟我們聯絡 甚至一個很簡單的回覆 收到信件的回覆都沒有 更加我們很多校友 很多舊生 其實都有用個人的名字 發信給無論是department的主任 系主任 院長 校長 但是我們都得不到任何的答覆 在這件事上我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一個公營的機構 一個由公帑去營運的一個大學 居然連一個最簡單的向公眾交代 或者向自己畢業生交代的一個勇氣 或者一個回應 機關的禮貌都沒有 很明顯我們看到背後可能是有很多的不為人所導致 或者不敢去提起 不敢去執控的一些秘技 或者一些原因 今天剛才幾位的發言也有提到 或者邵家中研誌也有提到 今天他突然收到這封信的一個不獲續約的解僱 我們是完全不能夠接受 姑母論之前有很多現校的學生 由於舊生其實我們都會受到邵家中議員 邵家中老師的一個很出色的教會 今天我們很多都是有參與很多的 在社會的運動或者在社工的行業上面 是繼續為香港來貢獻我們自己的專業 和我們自己的能力 但是雖然我們回望我們學校的時候 做出一個這麼可恥 一個這麼不合理的一個做法 我們感到非常失望 並且我們要掩責這個做法 我們接下來我們會繼續跟進 我們校友會繼續跟進這個事件 一直到校方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解釋 和一個理由 最後我想說就是 邵家中議員的這個經歷 這個事件不單止是個人的事件 或者是社工系的事件 而是整個用公帑來營運一個大學的 一個學術或者一個院校的問題 我們不能夠容許 學校是有學術以外的原因 來干涉我們的僱員的退留 或者是做不續約的問題 教員的做不續約應該是根據 他的教學的表現 以及根據他的一個學術的能力 來去作出的 而剛才社工園都跟大家交代過 他的表現或者是有目共睹的 所有舊生都是會認同 但是在這個時候不獲續約 這個不是一個商業機構 或者這麼單一的事件 而是一個公共的事件 一個公共的事務 也是一個堅持到學術自由 政治干預的一個問題 我們希望就每學校 就每大學 立即出來交代這個事件 以釋除公眾對政治干預學術的擔心 是我們的發言 請自由學者聯盟 我是學術自由學者聯盟的助長安沈英俠 我這是鎮會的不如生理 我剛才知道社會一張收到封信 是完全不給理由 是說你的申請續約 是not approved 即是不被接納的 這個不僅是說你的合約完了 多謝你 不是 是事發張有申請 而是他們應該是經過開會 然後說不續約的 我自己在工會的經驗都接不少 都見不少 這些合約的員工 只是一句話 就是多謝你了 我們不跟你續約了 都見不少 這個應該不是第一個案子 但我剛才有講 不可能是無理由 告訴你為何不跟你續約 可能是錢而夠 可能有些同事 可能是之前應該有些事 譬如你表現不好 你收過警告訊 有人跟你談過 都是無改善 這些理由 甚至會是不跟你續約 這次這樣就是 精資是沒有理由的 只是告訴你 not approved 這個我覺得是不可以接受的 在勞工的層面 在僱子 員工的層面 不給解釋 是目前不可以接受的 私人公司可能就是可以這樣 我不知道 我不了解私人公司的 這個應用的關係 即是舊心房 這是一個公帑營運的大學 所以不僅是浸會本地層的 浸大本地層 不是對內部的 而是一個公眾的事件 是一個用公帑 所以應該是公眾交代的事件 我覺得這個不僅是一個勞工的議題 不僅是一個優秀的老師 是平衛 優秀 教學優秀的老師的問題 也就是一個學術自由 所以學術自由學基聯盟 非常關注 所以學術自由學基聯盟 這次的事件 我不知道我們母校 這麼大的高層 怎樣看自己成為高層的 是否因為他們覺得 因為自己的行政能力高超 手段好 我身為舊生 我身為大專教育的一員 我認為高層不僅是因為你有行政的能力 更加應該是因為你有德行 更加應該是因為你有對公義的持守 對真理的擁護、維護和追求 在這次的事件 我完全看不到 我母校這麼大的高層 有德行 有維護真理 無論有多少的打壓 有維護自己的同伴 維護知識分子 維護知識尊重知識 就是這些決心和德行 我覺得學術自由被打壓 已經是超然若欠的了 在這次的事件上 很明顯有很多的疑因 有很多政治背後的考慮 如果不是 應該是有合理的解釋 有合理的理由 為何不俗約 不是的話 你沒有可能能夠令公眾信復 和釋除公眾的疑惑 這件事是非常可知的一件事 這件事是知識分子 如果 政會的高層 仍然仍然覺得 她是讀書人 是知識分子的一員 是知識的一員 會守護 所謂他們經常都在公開說 會守護學術自由 這正是一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非常可恥的一件事 沒有腰骨 沒有良知 沒有無故 在這件事上是解固 或者是不同 一個優秀的老師續約 這個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 我們看到邵家津過去是甘願 無放上刑責 失去自由的險 是挑戰邪惡 挑戰惡法 挑戰不公義的權力 浸會大學沒有保護到她的同事 浸會大學沒有站在她的同事的一齊 這個是非常之軟弱 非常之沒有腰骨可恥的一件事 我身為這麼大的舊心 我覺得非常之可恥 我覺得我們的工作 是不應該就這樣讓這些事 侵蝕大學的學權自由 不應該讓這些事 是讓擁有權力的人 是不加解釋 不加約制 這樣濫權 濫用公帑的 我覺得是在這裏 最後我們請浸大的社工學系學生 將這個教育 教育生日的意見 再讀出來 好嗎 任何想補充的就是 除了我們浸大社工學系學生 其實整個浸會大學都有為少老師 他不斷向校方思 就是想告訴學老師 究竟你真正的解決理由是什麼 其實尤其是教務議會 社會科學學院的學生代表 其實都有說到 他想譴責浸大大學 校方是無理續約 無理拒絕續約 而且是完全為了營造白色恐怖 毫無白學者經有的風骨 其實我們都想表達的就是 其實我們經常說 教學是言教不如新教 其實邵老師正正就是 對我們進行新教 他用自己的區體去 去為我們爭取雙普選 他們在佔命中環的時候 都為我們去入獄 其實這個正正是新教 其實這個我們希望校方知道 教學不應該只是書本上的教學 而是他在現實中 他所做的事 其實都很影響我們學生 所以我們在這裏促請校方 請盡快回應我們浸會人的訴求 給邵老師一個交代 謝謝 謝謝 我總結幾句 各位各位朋友 大家想像一下幾年前這個地方 在2014年的這個地方 就是命運自主台 記得嗎 這條電梯還在建立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命運自主台 綠色的 接著我們就在這裏集會 就在這裏睡覺 就在這裏休息 就在這裏等待被捕 預備承擔聚責 我們就在這裏生活 今天去回這個命運自主台的地方 面對的就是一個政治打壓 我想說第一點 這個不僅是邵家樽這個人的事 也不僅是社工系的事 就是講了一個是整個浸會的事 甚至乎是整個社會的事 邵家樽今天面對的遭遇 其實是講一個在香港 一個異議者 一個有異見者 一個逆勢而行的人 所面對的遭遇 因為要秉執自己的一個理想 去爭取真普選 遇以承擔聚責 結束坐了牢 坐完牢之後 就面對議會的動議 就說要取消我的議員資格 跟著面對浸會的打壓 就說成立了內部調酬委員會 但原來內部調酬委員都未完結 跟著就不足約 整個整件事就是打壓著學術自由 就是打壓著我們的思想自由 所以請大家去關注這件事 我自己為了要捍衛 我們本來屬於我們自己的自由 我會因此而去上訴 我會要求拿回會議紀錄 看回他們究竟開會是怎樣討論到 怎樣決定到我這個不續約的行政決定 我會上訴 那本事這個上訴 可能只是換來一些 可能都是一些很堆砌的文字 但我仍然都會堅持到底去上訴 最後我想跟大家說 我記得在2019年4月24日 當我面對判刑的時候 我說了一句 我說就算你殺了那些公雞 都阻不了神禧的來臨 因為神禧必定會再來臨 我今天都仍然相信 雖然我面對的是一個很大的挫折 一個我以為在這裡可以 是我最大的光榮在政會服務 但是今天政會就告訴我 我要政治打壓你 雖然是這樣 但是我仍然覺得 就算你殺了所有公雞 都阻不了神禧的來臨 因為神禧必定會來臨 特別來臨到在香港這個地方 多謝大家 多謝今天來出席 來支持我的 其他一些朋友 包括有葉建築議員 有自由學者聯盟 有社工系的系會 有舊生會 有工會的主席 多謝大家 接著下來 有一點點問題 時間 大家有問題可以隨便問 好嗎 今天有沒有去問聯絡到校方的 院長或者是主任 去了解那個原因 其實院長已經辭職 你說幾荒謬 成立這個內部調查委員會 那個院長 潘力恆教授 他已經在七月離任 已經離開了浸會大學 現在是一個 acting 一個處任的院長 新的院長已經未到任 在八月才到任 其實在工作的真空期 所以聯絡不到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今天是一個人事部主管的電郵 這個人事部主管告訴我 有否決定 我知道有人在聯絡校長 但我不知道聯絡成怎樣 就是這樣 OK 不關心各位 我知道今天還有很多事 多謝你們出席 多謝多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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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